在你心中 盲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你能想象盲人骑脚踏车吗 展翼市长协力车队 让盲人有机会尝试 这在一般人习以为常的活动 让他们能感受不一样的天空 车队是2012年成立了 快四年 我们每个月都 帮你两次骑脚踏车车的活动 在台北有一个车队 在亦南还有在台中有成立 也是成队 希望能力更多远远的市长工作办 展翼除了长举办短期活动外 也曾经还到 完成绕行一千公里的壮举 甚至到过日本 与当地自行车队交流 对于如何当一个好的职工 郑安清表示 做一个好的职工是要学的 因为有些人会反腔热血 想要去做一部工 可是他做错的事情 会让人家觉得 亦南还是很放到 在展翼担任职工 需要同时具备体力和热忱 这也是很多人用死而去 我陪他们去欧虎骑三天 那一次是因为 我在的那个盟友 老实说我很考验他 因为他不骑 因为我配到那个 景形跟身高跟我差不多 等于要负担他重要 可是 有一天早上起来来住 晚上的时候 他就蹲下来 然后这样灰 我说我在干嘛 他说他在找水 那个水就在他的脚的旁边 可是因为他灰前面 所以当下就想说 他不骑就无所谓 我来骑就好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对我们来讲 他却是一个我很感动的 在骑程的道路上 志工需要沿途为盟友 介绍沿途的景观 让他们虽然目不能试 也能自己构筑这个世界